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各位菩萨大家晚上好 上个礼拜已经把第一品 邢柳萍已经介绍了 邢柳萍里面有几个重点 再跟各位分析一下 第一个提到的关于佑祖大师 和佑祖在对话的内容里面一个很重要的 他谈到一个概念 人有南北 但是佛系没有南北 人有南北 佛系无南北 很明确的告诉者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肯定一件事情 扯佛与佛跟我们的身份非净有没有绝对关系 没有绝对关系 这个道理我们现在都懂 但是往往我们实际在操作的时候 他们会认识 我懂得不多 很多好像都自己找了 很多好像我没办法再深入 乃至超越了这样一个情况 这是我们要打破的迷思 我们要学习的就像佑祖大师 他当时的这种抑制 虽然我是格良 为康望 他不代表我的佛系就没办法写发出来 我们要学习的是他那个精神 精神内来 而来提高我们对于修道的这样的一个充实 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呢 当时这个五祖接纳了 接受了六祖在这个黄梅东参寺 做苦差事 接纳了他 接下来是什么 六祖大师怎么样 他做苦差事 做苦工 这个苦工 是透过这样的一个 这个苦差事的修行 让他的身心融化 或不苦差事 假如一开始 我们听到 我们现在有时候 他讲得不错 哇 讲的跟着的 要是寄来问 要什么 身心合意 所以五祖呢 就 要做 要六祖去做苦差事 看他是不是能够放得下生动 是不是真正的展现出他 为法而来的 为成佛做主而来的 那份的道心的坚定 好不怀疑啊 有没有 五祖文啊 你来做什么 来求做佛啊 既然来求做佛做苦差事 愿不愿力 愿不愿力 好 对不对 是啦 这是 非常 非常重要 很清楚 好 再来 第三个 当做完苦差事的时候 因缘具足了 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要懂得等待 懂得等待因缘时机的成熟 虽然 当时的慧能大师在做苦差事 他其实一方也是在等待死至成熟 他在等待什么 六祖既然知道这是一个大亨期 将来能够承接个瓦门 能向的一个传法者 也要让他等待 这个 所以我们在讲的 葡萄成熟死 他一年要具足 自然就什么 成就 但他在磨灵的时候 五祖 也很清楚 他是否为法而来的让分精神 有没有实际的落实在他的生活中 一年实际差不多啦 然后呢 这个邀请的大众 说他讲一波传承下去 他就写个祭书 神上的印证 那时候的六祖 还那个因为实际成熟 也刚好这个神秀大师 写了这个有像记 来对应出六祖大师的 有像记 实际成熟等待 所以很多事情不要紧 没紧 那实际一年成熟了 一年成熟的时候 这个该属于你的 这三天那 对吗 就涌现出来 成熟出来 就这个 是等待 等待的 懂得等待 其实呢 就是准备 机会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所以那几个月的苦差 是对六祖大师来讲 他就是在做好他的什么 准备工作 没有锻炼好身体 也没有把身心调软 纵然 谷主宣布说要把一波传承 他假如没有做好 这个身格的养成的培育 你说一波 谷主放心给他吗 不放心了吧 所以他这个懂得等待 再来 律师主 他懂得大一点 能够把自身的那 接到一波 还能够把自己那隐藏起来 不急的出名 把自我放空 五祖就把他带去这个渡江口 六祖就说了 迷失失度 故失之度 后来就怎么 不只要 取历了一些法律 就藏起来 十五年之久 法律 不急的炫耀 从一路这样走过来 到他带来 把自身在法律里面 熬得虚拟 这是一种磨练吗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磨合 还有这种考验 要考验就好 是他碰到这个运踪蚕尸 到了这个法律师 他就很巧合 在两位和尚 在争论 是风动 还是反动 他语出惊人的时候是什么 忍者心动 讲话要讲到架到好处 那一个是死侯 我们在讲的 不鸣哲矣 一鸣惊人 他大营 他把自身的 这个大营了十多年之后 来到了这个运踪蚕法律这里 到了法信师 看到两位比丘 在振职 是反动反动 他能够在那一个境界 考验之下 跳脱了两者之间的争论 同时两个都被 打了一个霸台 也同时两个被赞叹 因为这两个来成就他 他说 你们两个讲得好 到底是风动反动 他说是忍者心动 他可能正是时候 刚好运踪法师觉得 哎 竟然能够讲出这句话的人 毕竟是 有修行在来的人 所以运踪法师就直接问他 听说黄梅五祖的法医 一波已传至南方来 是不是在下 他就不敢不敢 他就不敢 所以接下来 我们谈的第二品 就开始 展开了六祖会门大师 一路红法 教导壁纸的音乐 所以从行有品里面 所以介绍他们的一生 六祖大师坚持了一个理念 始终为法而来 为作佛 为成佛作主而来 这就是我们所谓常常在提到的出发心 我们学佛的出发心是什么 那我们的出发心有时候会随着我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 修行的这种情况 会有所挣洁 出发心的挣洁 有时候刚开始的出发心 未必是正确的 譬如说为什么先人会来学佛 是为了神同感念而来学佛 有些为了一些做功德 福报 来亲近的 但是他透过了天经福法 透过了亲近善知识的一道 慢慢的觉得 做一些的调整 应该要 深入精湛 甚至怎么样 要不离一指的亲近善知识 他把他过去执着神 放下 调整步伐 就是要跳开对世间的一些对应 要跳开那些对应是什么 妄想 人会因着妄想而不断的执着 做生意的 亏因着执着他的生意 不断的奋斗 对不对 有些人会因着宗教信仰的人 而执着而奋斗 对宗教信仰没有坚持 有些会对于他的很多很多世纪的谋 那接下来 我们就是要来讨论六祖当之 怎样能铺陈 他的玻璃 在禅宗里面所开展出来的一个系统 很重要 因为六祖是皆无疑的法 但是他是以金当金 隐性 所以他第一个要来谈到玻璃品 玻璃品 好 那我们来看看课本 我们看到123 123 赤日 就隔天 为赤时 且异 六祖大师剃渡了 现在还剃渡了 他在 一中法师的这个 成就之下 才剃渡的 他是 他那15年之间 还是在家生活 还是在家生活 那来到了这个 法信寺 还出家 他出家 他 讲出了这个忍者心动 大家觉得他是宅来的 那隔天呢 这为赤时起立 他为什么起立 因为那时候 六祖说了一些法 他未必听得很清楚 所以要了解到起立是什么 他是要更了解 他是要更清楚 更明白他对 为法在学习的一些内容 一些模糊地带 他要把他拿 理清清楚 这是一个学佛者的 应有的态度和精神 对法一些模糊的地带 你要把他理清 不要看摩连两个 学佛对法怎么样 摩连两个 敷衍了事 那你对法就有哪里的 真诚不信 要摩连两个 请一可 所以这为赤时 他请一可希望的 这个六祖大志 再为他说法 虽然是 身座告罢众 所以法 还是要有人 潜意 说法者 他不会自己的嘛 无言无故的 就说什么话 他就是 无言无故的 就集合大家来来 跟你们讲佛法 所以他那种情义 我们知道 他是非常非常恭敬 从其他和尚 这个长老法生 你要请他们 这个讲究说法 并不是他们 傲慢 不说法 因为他们非常清楚 这个时机恰不恰当 就像刚刚他们 来的正式时候 时机恰当 他才会说法 时机不恰当 你再怎么请 他就是不说法 那法华界里面也是这样 有没有 这个世尊呢 在这个 路撒妹帝当中 放光 照片的东方 以后发现了佛徒世界 哇 这个 阿难尊者 当时还有这个 弥勒菩萨 这个 此次的放光 非常的奇特 不知什么因缘 世尊要为说法 那世尊都不讲话 后来这个 谁啊 当时呢 叫做妙光菩萨 妙光菩萨 也就是我们的文殊师 跟菩萨 才为他说法 为他解释 他过去呢 曾亲近 古亮诸佛 也看到了同样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说 世尊呢 应该是要讲说法 但是虽然已经说出了这样的一个道理 但是 世尊还是没有讲 一直等到什么时候才讲法 五千位比丘怎么样 退席了 他还说 我此作众无父之业 才会说法 应该实际因缘成熟 那讲说法 就不是每个人可以接受 所以我们知道要说法 那个实际因缘的成熟 所以六祖大师 他其实也很清楚知道 实际因缘成熟 有违世史的缺法 他借用这样的一个力量 为大众说法 说什么 因为他既是 他既然是五祖大师把法传给他 他就要练法 法怎么样 要法如常种 他一定要把法传承下去 所以他一定要说法 再不说法 来不及了 要把这个 顿路法门的法传承开 是由借用 借这个因缘来说法 所以是为赤时代为起地 但是 六祖大师来讲 为大众而说 法 需要理解 他们说法 好 好 再来我们看 诗 就是六祖大师来 身座告诉大众命 总尽心令 摩尔波勒波勒密度 付云 善知识 菩提波勒知识 世人本自有知 只缘心灵不能自无 虚假大善知世 世道见性 当之余人知能 佛性本无差别 只缘弥物不同 所以有余有知 好到这里 他要说的就是波勒指 因为这是接着前面 前面这两位比丘在争论风动烦动 他说人者行动 大家很好奇 到底六祖大师 你是怎么样获得这样的大智慧 所以他这里来回答 总尽心念 总尽心念 他说 这个 心念 总 我们要 秉除 秉弃一切 让我们这个心 能不能 诚心 能不能 很纯净的 来知道什么叫摩尔波勒波勒波勒命动 我们看到这个 倒数的这个第二 第三行 有没有看到这个总 总得先要秉除杂念 有没有看到 这里看到 总得先秉除杂念 以清静心能念 摩尔波勒波勒波勒命动 但他有没有说什么叫摩尔波勒波勒命动 还没说 这是他后面才会说的 所以要获得波勒波勒命动 这样的一个 真实智慧 就要先秉除 内心的杂念 妄想之主 但是我们要考虑到 思考到有问题 假如你内心都已经没有杂念了 你何去在念什么摩尔波勒波勒命动 听得懂意思 可是为什么 六主他偏偏要这么回答 总心念 摩尔波勒波勒命动 其实我们不断的在扫荡 我们内心的烦恼之左妄想 当我们扫荡一分无名 我们就挣扎一分智慧 那重点是我们要不断的扫荡 扫除内心的妄想 在残兆里面他说 欧望讲的为什么 黑气筒 看不到 你不知道他到底有多神 所以我们 到底在扫荡 那黑气筒 怎么样的扫荡清晰 智慧照相 只要有灯光 只要有智慧 就能够照顺 照顺进去 因为因为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光度 越亮 这个黑气筒就怎么办 就扫荡越快 我们所展现的那种 心境就是什么 越明亮 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他说 总能够少读清晰 我们这些一些杂念 清晰心 意念就是信念的 波勒波勒命动 好这里我们就必须要先 来了解探讨一下 世尊说过 诸行无常 诸行无常 好 既然诸行无常 成佛之后 还会不会无常 那世尊在经典里 因为他有没有说 诸行无常 除成佛以外 不会说无常 不对 没有 我们知道 一切法 无我 无我 一切法的无常 无常性 那世尊所说的 一切法 一切诸行无常的当下 是任何一切 也会有变化的 那世尊成佛之后 他是不断的 不断的相续在开悟 所以他是什么 就像刚刚六祖大师所谈到的 扫除了他的杂念 用清静心 念就是信念 专注信念 就不间断的 有智慧涌现出来 就像泉水一样 有没有 山水 不不不不不 你说他 原来的那个源头在那里 他已经过去了 可是他还是不断 一直涌现出来 这不间断的不间断 佛的智慧是这样 不间断的不间断的 在涌现 其实他 有没有复合佛所这无常怀 是有的 只是他不间断 相续不断 那法律部就是什么 知道的道理 但是无法相续 像我们在一批打坐来讲 有时候今天打坐 我们的身心 气候 都会影响 你知道今天 记得做得不错 但是 你下一支箱 你假如一回忆 或者一追忆的 你上一支箱 做得很好 那种感觉 你永远找不到 因为在那边 你去一趟 那刚才坐一趟 好 那箱子不错 那样坐了不行 那样坐了不行 怎么做怎么错 怎么回想 怎么不对 很难持续不断 所以为什么要 要把这些 妄想杂乱 要把它铲除掉 不要去做得好 不要去做得好 你就只要很清楚的 专注在每一支箱里面 每一个刹那 每一个当下 做好你自己 所以成果做主 就是不断的 不断的 每一秒 每一刹那 坚持 到最后 从一开始打坐 到结束 乃至 你这个 初定之后 乃至带入到整个生活的细节当中 一切法 一切的行入桌 皆在定中 心不散 相续不断 那我们在洞中 我们洞中要学习到百分百的禅力空 容不容忍 所有洞中禅 没那么容易 我们要先从敬中 从我们打坐止境的情况 从我们打坐止境的这样一个态度 一个情况 慢慢的带到什么 动作 所以我们敬中 能够打坐一百分 动作未必能有 在洞中啊 大概只能有十分 洞中的妄想执着 你能够在洞中一百分啊 在病中啊 又越少 病中能够一百分 在灵病中的时候 那一刹那能够觉醒啊 正面分明啊 更难了 所以对这要持续不断了 所以六祖坛经 我们在这里提到 要扫除亲近 你这个啊 用亲近心 我们看到这 用亲近心 来什么 来信念的摩托尔弥多 求得亲近 无漏的智慧 来舍一切的妄想咱们 就可得到佛法的利益 所以静心 不为听者心静 说者不要心静 说者心静 所说无依不弃于理 听者心静 无惧 无弩于心 所以他先教念而后说明 他先说了 先教念 教我们的心静 然后再说明这个道理是什么 这个道理是什么 好 他说呢 再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 我们看到这个本 看到这个 我们看到一百二十四页这里 一百二十四页这里 一百二十四页这里 他说了 使文剥裂大法 大法者呢 因爲剥裂自主 投于散乱心中 散乱心自然叫极解 不再妄念分裂 剥裂心的确是 那和这个剥裂心的呈现 我们要从最基础的 拼藏心 来做起来 那拼藏心呢 我们说这拼藏心是什么 我们在温某解经里面 常常听到 我说平常心是道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一些长老寡师 也常常提醒我们 平常心是道 用平常心看待一些事情 那问题什么是平常心 平常心就是我们平常要做的事情 我们能够一一的把它做好 平常心喔 那种平常心是道 不是说你会背贴 有什么神通广大人那种奇迹 不是的 就是你能够在每一个 生活细节里面 非常维系的 你都能够好好的把它做好 那个威力行入做的圆满 那这样一个是什么 你讲一个什么 什么叫平常心的一个光 在水草有一位叫做 什么河谦的 林河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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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富贵人家 他 生活过得还好 还不错 还蛮富裕的 那当时呢 他们这个村庄里面的百姓 都向他借贷 借贷一些银良 去耕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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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耕耕 大家都讲好了 都有写借条 向他借钱 去耕耕 那在那一年呢 很不顺的 老天爷 老天爷 不给他们赚钱 下大雨 把这个整个农作物 都损坏 没有任何的收成 那时候老百姓们就很担心 这个 这个礼盒签 礼盒签 很担心来跟他要求 大家都 并不跟他见面 并不跟他见面 他害怕 所以这礼盒签呢 自己就主动的 去找他们 邀请他们 办了一座韭菜 请欠他钱的人 都一起来吃饭 那竟然人家已经早上来了 不得不见面 那在见面的时候 他在心里都很害怕 在要吃饭之前 这个礼盒签 把所有的借据 借条都拿来 就当着众人们面前 把借条烧掉 把它烧掉 说你们都没有欠我钱 你们安心的 好好的吃饭 他在心里说 蛤 把借条给烧了 代表你没有证据了吧 代表你不跟他讨钱了吧 大家心里就是他 安心了一下 好的吃饭 可是他这样的一个举动 来让 让所有的百姓 真的 很感动 他 竟然没有跟我们追讨这个灾路 还把借条给烧掉 大家心里在想 只要我一赚到钱 我会马上跟他家被人打 有在隔年 他们农作物人 就大有收获 很多人就分分分的 早上门来 要把钱还给这个人 礼盒签你居士 可这位居士有没有收 他算你不收 说你们有没有欠我钱 你为什么要拿钱来给我 我心里又有不缺钱 你们有没有欠我 说没有啊 过去我跟你欠我 没有 他说 那你真的不要 你欠我钱 我为什么要给你拿钱 大家反而对他这种德恨 非常非常的恭敬 他不是为了那个 这个动作呢 把借条杀掉 是为了拨着大家 对他的同情 甚至什么 有点赚到情 赶快再把他捕食 他是真的舍掉了 荣华不贵 获得了一个 大好名声 什么一个大好名声 德恨 所以他的礼盒签呢 他就跟当时的白星人说 希望你们以后 也能够用同样的心情 去对待你的情报好 这样就好了 这就是信念 从 一开始的整个的动作 整件事情的完成 假如没有正念分明 容不容忍 要快点赶快点赶快点赶快 然后 既然烧掉 他就是当时 他就很幸福 就不跟你们说情报 这就是真的 他只告诉他们 希望他们也用同样的心情 去照顾 他的情报好 那佛也是一样的 佛他自己开悟 佛开悟了 他就是希望我们也能够学习他的波略智慧 能够细念波略智慧 用亲近的心 来扫除 我们的妄想 杂力 其实佛也是同样的这个心情 所以六祖大师也是在告诉我们这样 好 那我们看下一段 他说呢 同样的 傅说 他说 善之士啊 当之菩提 波略之志呢 不是从外可以求得的 而世间每一个人呢 甚至每一个众生啊 本质都具有的 本质都具有的 清凉国师啊 华原青年博士就说了 波略非心外心生 自信乃本来具足 只因攀权外尽 真心久变成了所迷惑 不能自已 不能自己有所体悟 必须假借大三之士 来开示教导 方能体悟短心 建制本性 建制本性 所以人人本具的德性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知道了 因为攀岩啦 他自己讲得很清楚 因为攀岩外尽啊 我们的真心久被承担给什么 迷惑 我们攀岩 攀岩的是什么心 我们攀岩的是什么 我们最大的攀岩是在哪里 就是六根对六层 我们六根对六层的那种攀岩太强烈了 而六根对六层的这个攀岩之后呢 就是什么 陈老 世界的陈老 有没有 障碍了我们 所以 常常有人就讲到 二十天五十不留宜 很多结果就来了 啊 师父啊 我如果像你这样子 我也是要来去出嫁 真是像这样他就出嫁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对啊 啊 我如果 事情都办好了 我再来出嫁 真的让他的孩子长大了 他说我孙子爱人家 对不对 对不对 习诸圆路啊 修行 不管你念佛也好 不管你参禅也好 修任何法门 所有的主是大德 千篇一律的 要求第一件事情 十足圆路 就怕我们太过攀掘 那我想要攀掘 因为我们的心 往外攀探 揽着了世间的尘埃 太久了太习惯那种味道了 就会简单 我们在这个饮食方面 因为这个吃的这个比较重口味 你煮的比较清淡 他觉得没什么味道 你重完煮的再好吃 但是可是他觉得这个吃起来 没什么口感 那种口味 习惯 因为我们这个舌根 都会被这个 我们这个味觉 舌根 都可能被这些什么 食物给怎么样 给想出来 要怎么样 你一定要有一段时间怎么样 改变习惯 开始妈妈的习惯 是比较清淡的 妈妈你一定要有一段时间习惯 这个饮食要改变 现在哪有些重口味的 你要他改变比较清淡 哇很难 很难 很难 就生活世界这么简单 更何况是其他 所以我们在一般在寺庙里面 像我们在佛学院我们就有一个规定 第一年进入佛学院的学生 完全没有假期 第一年 第一年 新生 都没有假期 除了看病 病远 病远 要看病 那个 不能太残忍 那就不去看病 其他也 不行 要会客 可以 到教育处来 到学育处来会客 要有会客时间 不要拜堂 都不用弹说一些什么 什么 手机 其他的这个电脑 什么 我们第一年 其实我们就是要训练 要培养 和训生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许诸人 那个刚进来 他的心很难定下来 他在担心坐不了 你只要告诉他 什么时候要放假 他心就在想哪一天要到来 就像我们在当兵 心兵刚入伍 就开始第一天 开始讨论 什么时候可以放假 我当时的心兵入伍的 第一天就先问学长 什么时候可以放假 你说 就早点 还早点 刚进来第一天 就什么时候放假 正常 不是对我这样问 他不是都会这么问 那同学也是啊 假如刚进来 因为在其他道场 在自己的长处 可能外出 各方面都很高 进了学 第一个就是 不能够外出 就是把那个攀灭性的那边 切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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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训练 就夹这些善知识给我们 善知识不一定 只是人 还有环境 还有规矩 调伍 这些都是善知识 在辅助着我们 像我们这个戒法里面 还有我们这个 校规里面 很多的一切 这些都是善知识 在辅助着我们 虽然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校规的规定 但是他就在辅助我们 如何洗住人 不然一进来 流动性很大了 所以要让他习惯 进来 就训练得安住下来 不要心态浮躁 心态浮躁 你第一年大概训练过 他不太想外出 第二年 你跟他讲说 可以外出 他也不想外出 为什么 我已经习惯了 我已经习惯了 可是一开始第一年 就跟他讲 随时都可以外出 你第二年才要跟他管制 他管不了 人的生命是这样 从苦到乐 可以接受 从乐到苦 恐怕反弹就很大了 反弹生命就很大了 一样的 我们这个心 这个攀缘心 要么如何的切除 也是从我的道路 所以最好我们现在开始在 在这方面的训练 真的要多洗出人物 各中各派的一个 第一个条件 你的攀缘心断到什么程度 你休息的静静 就静静到什么程度 你攀缘心无法断除 你想要静静 懂吗 因为他很容易就是什么 勾引起我们的回忆 伴神 那一参常一打坐 以内佛 那个妄想杂念 自然而然就浮现出来了 所以要把攀缘心 很多人不喜欢攀缘 学果都不喜欢攀缘 早上供修 晚上回来供修 什么时间 很多人多的动 不好的习惯 通通改掉了 当然同样 在生草里面 在道草里面 他也不攀缘 那不攀缘的 首先第一个条件 就是什么 要守住口业 守住什么口业 是谈道业 不谈论是非 只谈论跟修道有关系 不谈论与生死解脱意外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生草里面 是不能跟人家 不要去跟人家讨论什么 哪个党派 哪个人好 哪个人不好 不允许 你本来就不能参与这样一件事情 这是俗目 出交就要少 所以这一点也没有很清楚 那我们本去 突然之后得相 会迷失就是我们攀缘 我们的攀缘是什么 我们自己攀到攀缘 你说师父我偏要不随便找人 我很少接电话 这个不代表就是你不攀缘 我们的心理接下来就很浓想 很想心 妄想心太多 攀缘当然有兴趣的 有很多种 你喜欢到处跟人家打弦差的 那也是一种攀缘 你喜欢到处这个 老一些朋友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 嘻嘻哈哈的 那也是一种攀缘 内心里面这样 孤名丢义也是一种攀缘 你喜欢到处得人家对你的掌声 也是攀缘 这些都会影响我们道业的 这些都会影响我们道业的 因为 你会掉入一个名伦利样的陷阱 这些白年性太多太多了 这些白年性太多太多了 有一位叫做不得和尚 不得产生 那一位是唐朝的不得产生 他的修行境界很高很好 他长期间都住在山山里面 得高望重的一位修行法师 那因为他的名气名声很大 但是他不收徒弟 他就一个人住在山山里面 那这个名声呢 传到了这个皇帝 耳边的皇帝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他是一个得高望重的一个 修行法师 希望请他 到朝廷里面接受供养 接受供养 那接受供养的时候呢 这个皇帝就写的诏书 就请了去到山上里面去找这位 这个普及财食 那 这个侍卫官 又拿几个圣子就宣夺了 他就在那边拷火 在那边拷火 他念他的圣子 他讨他的寒子 讨他的寒子 冬天很冷 他说冬天很冷 讨翻水 顺便趋楼 可是天气冷 他流鼻涕 流鼻涕 那圣子去宣管的时候呢 师父啊 你流鼻涕了 那些穿 师父就拿了圣子 圣子拿了圣子 只要终于会休 那些 哪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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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皇帝讲 我是煩羽 然后热 他并没有直接 回血了 老太被寒 他便と 他会谢谢 好 那»,当时这样 世间所要追求的那种 迷路的利益 他竟然可以操作 不攀免 不攀免是要怎么办 要没什么境界 那所以 想一想 为什么我们对如来之为得相 没有写发出来攀免心 所以我们要断着攀免心很多来 真的很多 人家静下来 眼睛离闭着 啊不是人家还好心 偷在黑人眼睛好心 只能感到背心 妄想之座 要把妄想之座扫大了 真的 是不是觉得我们就只有唯一一个方法 用盖的勇敢 只有精进 什么叫精进 什么是精进 不懈怠就是精进嘛 什么叫不懈怠 于二六十中 不容许你懈怠就是精进 不懈怠不放逸就是精进 你一放逸 你对妄想之座就来了 正面就失去 攀免心就来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告诉自己 很多事情不攀免 这个缘啊 真的是 休息上也很大的一个考验 我们又要因缘和合 但是又不能攀免 要怎么样做到恰到好处 禅宗常常讲也就是说 恰到好处 既不攀免又能够于因缘法当中 觉醒过来 啊 对不起 不攀免不叫我 什么通通不要呢 全世界人都不知道 就你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什么意义 也没意义啊 不攀免是你的心不去 你敢做这件事情 生地大的主持人 像白眼产丝 曾经被误会 跟他道歉一样 他也 哈哈哈哈 是这样的吗 没事 这就是一种 攀免的时候 沉醒出来的一个智慧 好 那我们再谈 那时候谈到了 那我们现在要借用大善知识 先要借用大善知识 来给引导我们 来开导我们 那大善知识呢 他来开导我们 方能体悟本性 建制本性 所以我们应当要知道 就是生存在这世间的人 明显你看出 有的是愚痴的人 有的是具有智慧的人 那愚痴智慧却有相当的不同 但是他们所具有的佛性 本来就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在这个 这叫什么 众生有相 众生像里面 有愚痴的 有智慧的 很明显的有差别 但是他的 佛性有没有差别 没有差别 可是为什么会有愚痴 跟智慧 我们在佛法的这个法义里面来说 有他很多人说不同的愚感 所以我们要知道 来到这个世界是来感报的 不是来厉害的 就是说是要来厉害的 但是我们来感报的 愚保的 愚不重 不生缩佛 不生缩佛 你福报的怎么到 真的比他那六弟里什么都没了 对不对 福报怎么到 还在这边感报 你要懂得如何舍弃 对世界的贪乱 真的 我们一生当中很多事情 你的规划 你的计划 对付上 世界一切的变化 你在哪个计划 在哪个规划 世界的变化 比快了 你这个变化太大太大了 所以来到这个世界的感报 业感 我们要怎样的超越 真的就要善知识的引导 为什么要善知识的引导 善知识是过来人的 老马是徒 他很清楚的知道 告诉我们哪条路可以走 哪一条路不能走 哪一条路值得我们去的 哪一条路我们必须要远离 这就是善知识 要跟有经验的人来学习 不要胡搞瞎搞 不要等他乱学一通 或者有些人就自己买了一些顺 就自己就学习打众练活来了 不去清静善知识 有些人就很多奇怪的观念 为什么要清静善知识 清静善知识又要包包 哈哈 够到阿包 我不要这样啊 就这善知识 真正有智慧得恨的法子 他会去计较你 有没有对他的供样吗 不会是你心得虔诚不虔诚 我们从六祖三千里面 有没有看到六祖 他准备几千万几百万 就用佛祖佛祖 一波传网仪 没有吧 一个很坚定的心 为求佛做主而来 有些人说 不要 我才不要 那个不要 什么都不要 不对的 那因为我们在 我们现在的这种环境 尤其汉传佛教里面的习俗 他已经 在我们生活里面 已经变成一个习惯了 在南传佛教国家 你要去亲近长老 你要跟长老领礼物去 你要准备什么 丰富的菜有供养 情法 一样的 你情法 还有些会做夹杀 甚至什么 自己煮饭菜 带到寺庙里面 共佛栽生 那我们现在 大家 有些人很忙嘛 他没办法这样自己亲自下屠 无为了 没要住啊 真的没办法 他想要做 他也做不来啊 所以他现在变成什么 我们在我们汉传网里面就讲 就是以供养 供养这个金钱 把此不尽财 转化回尽来 让法师去做一些统筹处理 做一些慈善 文化教育等等各方面的 不同的 但是重点是他为法而来 他祈求的是什么 所以大三知识的引导 什么叫大三知识 变成我们一个很大的考验 不是自己所认为的三知识 就是三知识 那一个三知识 是你可以从他的修行得恩的世界里面 那些人去了解到的 每次要透过文师修 有一步一步的进展 所以有些人很奇怪 他归依供养的思乎 还是思乎百人的思乎都是思乎的 这不对了 纵然 假如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那恐怕很多的思想 教理 需要再做调整 师尊有没有特别说 我所指定的谁才是尊者长老 哪些就不是的 没有 与佛心相应的 都是一样的 所以 归一三宝 是归一三世十方 一切佛法身 三世能 过限未来 包括我们自己归的师 八块一切的出教法师 统统我们都会 礼敬 这幅满街 这从一个教理 从教理 从一个教理的开展 调领教理 曾经就有人问过一个问题 他本来亲近过一位法师 他跟他师父的这个师徒之间的这个各方面啊感情啊道情都非常的好 那这位徒弟呢也非常的精进 但是有一天呢 他就跟他师父讲说他去这个佛学班上课 不是佛学啊就一般像我们现在的佛学班上课 就每天晚上两个小时去听课 可是他开始在听课的时候 开始发现到 他所听的佛的内容 跟他师父所教导的 好像有点怎么样 就哭了 有一次他回去的人就跟他师父讲 但是他师父就问他一些问题 他有回答 然后师父就突然间蹦出了一句话 说你从现在开始 不准再去上佛学班的课程 他说为什么 师父你不是今天我们要深入金帐 要听佛法 要广结善缘 可是当我真的想要去听佛学班 就听进入法 要深入金帐的时候 你深入金帐的时候 你深入金帐的时候 说不要不行 你知道为什么 自从他去听入佛法之后回来 他这个信徒来的时候 他会跟他讲一些开始 讲得非常的好 他师父你受到威胁了 信徒来要找人不找师父 那师父就说 你这个光环太亮了 快超越我了 他告诉你二人说 我一定 就跟他讲不许再去 他很苦恼 他就请问了我们一些问题 那假如你是当时的老师 你要怎么跟他讲 你要叫他离开师父吗 这样好像又怎么样 背叛师父 又不好 你要告诉他好的在那边怎么样 接受考验 好像又与法医这样 又有一些不是很恰当的地方 那该怎么办呢 当时我就跟他讲 你要先了解到 整个事情的真结也在哪里 那我们就跟他讲 问题就差在 你虽然听吻了 你也知道了 但是你不要多说话 虽然你听吻了很多 你把师父所教的 你在课堂上所听的 你要先去印证 学习一段时间 虽然信徒来请法 来做 来这个 这个请义法医 请教法医 虽然你懂了 你知道 你要先请你师父 然后你自己在 三脚为晚 你要先把自己的身份放柔软 我不是意气用事的 说我所说的 我是听来 我觉得这样才是对的 一定要边设在那里 杠上 就不然有任务 法不入行 怎么样 你还是要怎么样 做自己的步伐的调整 如果真的有问题 在做其他的改善 不能急着 所以那时候 他问题就出在哪里 总归一句还是叛人 叛人 叛人 信徒一来 哇 我跟你们讲什么 我听了 我说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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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了解说 师父只是 用不好意思直接讲说 你这样不对 你不能明讲 你只可以 你不要去佛学班 可这样是不行的 这障碍学法也不好 你不能障碍人家去学法替法 应该要很顺道的告诉他做什么调整 那不能障碍他去学法 这是我们要了解到的 好 就是 我们在这里要了解到 什么是善知识 真的善知识难寻 迷失难遇 那这样子是要靠我们的因缘福报剧组 因缘福报剧组 好 我们再看到123这个经文里面 后面这里 我们这后面的经文这里 无机会说摩托波罗的秘法 识如等各得智慧 至心地听 无畏如说 六祖道士说 现在要为我们说摩托波罗的波罗的秘法 让我们都能够得到智慧 要我们自心地听 自心地听是什么 专心仔细的听 专心仔细的听 无就是无主 无主当为我们说 为我们说 我善知识 世人忠勇 世人忠日口念波罗 不是自信波罗 犹如说死不保 口淡说空 万劫不得已 见信 终无友谊 他说 世间人 有些人忠日口念波罗 要有智慧 要有智慧 要有慈悲 这人要比较逼的 别跟他计较 是叫你比较逼的 别跟他计较 这样就不定了 叫人逼的 别跟他计较 是告诉自己 不要去 跟人家计较 对一切众生的慈悲 有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不断的在跟人家 像我 有一个老儿子 他也 就哥罗讲过 一次的也有一次 他常常有这个信徒 病痛 去找他 请师父开释 你要观想这个病 也是无常的 你要提起正念 你要有信心 要有依静 去对抗你的病魔 他觉得他当时在讲这些 很有道理 也觉得很不错 我们多久会自己生病了 哇 苦啊 苦啊 在这些苦啊 哎呀 感苦无人知道啊 他就回想到 我以前常常跟人家讲 这个生病的时候 有信徒来启祢的佛法 他就跟人家讲 苦是无常的 要观苦苦 因为苦才无常 因为无常 我们要怎么样 你苦得了 他是真的自己 病痛来的时候 那个苦 你怎么降不得了 哇 那时候他发现到 糟糕了 平常的功夫啊 没有扎实 用不上了 那个病痛还用不上了 在那一个病痛的时候 教训了他 原来他平常 常常在跟人家讲 很开示的 放下万元 当自己面对问题的时候 要告诉自己放下万元 都不容易 才知道 功夫能不能砸死 我们每天在劝人家多念佛 每天劝人家放下 等到 这个问题落在你自己身上 要放下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就我们到的时候 我觉得他讲话很直接 是人中日口念剥裂 可是等下 从来没有听过 像有些人碰到这个 求不得苦 爱别离苦 亲人的往生等等之类的人苦 你们跟他讲说 啊 要接哀啦 人生本来就无常了啦 有生必有死啦 放下啦 心甘开了啦 都没有我讲喔 但是 但是如果是 让你自己尝到的时候 你说啊 自己跟自己说 又生又要啦 心甘开了啦 就是偏偏想不开 这奇怪喔 为什么 功夫不扎死 为什么功夫不扎死 因为没有见性 还没有见到 真正如然之类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多人很伟大的 有一位残师 一休息的他 并不是对父母没有感到他很感到的 有一位法师呢 他出家的时候 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爸爸妈妈 他说呢 他在经典里面看到的 生我设身者 生我设身者是父母女 生我法身者是佛头女 为报答父母的恩众如山 之得恨 他选择出家 但是他说我出家之后 我不会再回到家乡了 我并不是要跟父母去永别 我希望在学佛的路上 达到一个究竟解脱 我更希望一个这样的一个究竟解脱 让我的父母 不再受囤困之保 因为我相信 一直出家 就选妻子就超胜 他就写了这句话 把信寄出去 就去出家 再不回家 从那时候他真的就不再叛念 也没有回去看父母亲 以世间人会觉得他都成立了 可是他做到了 他办到了 三十年 成就了道理 他告诉自己对父母亲最大的 报恩 就不要再让父母亲受苦 不是今天你给他吃 吃什么好的 所以这位产师在他要离命中的时候 他对他的弟子 怎样做最大的一个视线 他跟他集合了他的弟子 他问他弟子说 假如师父哪一天往生了 你没准备 你们打算要怎么帮 帮我办这个法会 哇 里面弟子 师父 假如这个往生 我们会准备很多丰富的菜肴 祭品 很多很多的 起立法师来诵经 好好的来报道你对我们的教育 这样的一个恩惑 这个师父就跟他讲 他看我来 要看我没有吃 没有吃 不去吃就想吃饭饭 想看他吃饭 他就这么跟他一起讲 他就说 师父 你还没圆几了 现在就办了 现在办才吃得到 趕快办 然后他的徒弟就不听话 师父 师命不可为 难道你不知道吗 徒弟就好 真的 就人活着的时候 就先去为他办一张法会 就真的 把班长都布置好了 法师请来 有朴实的很多很多的贡品 祭品通通通做准备好了 拜好了 食物就下来 一桌一桌吃 哇 赞哦 这样你就忍好 就吃饱了 吃好了 就登台 当做盘子 就真的没盘 这真的是妈妈生 这是 一位明朝的一位法师 应该叫等纪法师 那我们明朝没记错 就这样 活着就先办了啦 不是人倒了就办了 很斑很吃得到 还是知道 这种波勒智慧 是健身的智慧 各位 有时候看到这些长老 这些祖师爸的这种德行风法 啊 了不起 所以他 不回去跟他父母亲 他不做到了 但是他 有足够的能力 让他父母是不再受到那只苦 所以天底下最大的报告 就不要再当父母 父母亲受货了 原来母亲结婚到了 你知道吗 看来啦 这个 就是 我觉得这是我们在修道上 一个人说 世间人 最哪里跳脱的就是 对世间的 亲情的缘的盘断心态中 怎么跳脱 很很不简单 很不简单 你可以割舍一切的世间情愿 投入一生的修行志愿 那也不及了 那也不及了 对啊 我们学佛修行 最大的麻烦 最大的障碍 现在 口令剥热 但是怎样 终于没有办法真正的看到我们剥烈的智慧 优祖都会说 优祖是怎么样 说食不饱 主祖一 一桌很丰富的菜 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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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看这啊 就没这啊 买吧 说食不饱 化饼充饥 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啊 所以口弹修功啊 万劫不得见性 你做完修一辈子修千万劫 也没办法解脱 所以 我们现在在学佛修说 我当时间啊 我比较有时间的我才来 因为你就学佛有时间了 因为你宝导给你准备 给你准备变成一堂 核心炒的 有时间了 你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别人不太简单了 哦 对啊 口弹说空啊 但是啊 万劫不得见性啊 中无有理啊 你修佛就是什么 下苦光 你才能够真正的见到 何谓 何谓见性 明星见性 好 谈到明星 我才谈一下 关于明星见性再见 我们都知道五菩提嘛 之前有提到 五菩提第二次 八星菩提 三菩提 伴夫休息 首先第1个要来 要发心 发心主义 发心你要真诚 发成就道义之心 就像刚刚提到 像六祖这样 他碰到五祖五祖 你来做什么 求佛做主 为成佛偶然 那个信念很重要 所以你这个信念很重要 很积极的时候 你在任何的一个情况之下 受到任何的打击 毅力不咬 境界再怎么考验 中不退转 那个发心要很坚定 那发心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接受很多的考验 符心符体 所以就有些人就曾经问过 说师父啊 我平常没有 还没学佛以前啊 我好像没有什么障碍 为什么自从我开始学佛之后 为什么障碍不断 有没有这种反应 常常有人在问啊 我还没学佛以前 我还没有吃素以前 好像没什么障碍 为什么一学佛之后 障碍好像不断 我现在就这么觉得啊 你要怎么回答啊 这不是回答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我们就是要 接下来要考虑这些东西 你是否有降服内心的烦恼 你是否有降服你对于世间的烦卓 或者是你当初会发心而来求佛的那一念心 是有所求 有所得 还是无所求 是否轮廓下这个心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 照见无意皆空 度一切苦二 一直到他告诉我们 无眼见来自无意识经 来自到的 无智义无等 你众生有下 有眼有鼻子的生命 有很多很多我们的所感觉 到最后真正 最高的一个境界 那种无智义无等 你怎么去考验 我有些人所问的这些问题 其实他本身是一种考验 当着一个考验 有一次呢 有几位老婆上 还有几位法僧们到印度 到印度去这个朝圣 那有一天呢 朝圣的时候呢 有一位弟子 突然怎么样 法杀上吐下陷 好像没办法再继续下一个行程 就在那一天晚上 我就觉得身体浑身 不是在觉得好像快要往生的感觉 他当时本来是一位老和尚的侍者 跟老和尚同住一个疗法 他就跟和尚讲说 师父 我可能没办法再陪你走下一个行程了 我想要先回台湾 我就大概在16年前的一件事情 那和尚就问他 为什么啊 他说我真的说不了 上吐下陷 和尚也知道 好像是那种类似高震震的那种 那种私起来是怎么样 不在心上 还是这个随处辅 就上吐下陷 哇整个人都说不了 所以老和尚看到这样 哇好不容易来到这个地方 能够朝圣 那半途而返 太可惜了 然后上次就心生慈悲 自己就 就读诵普遍品 读诵普遍品 心中暗恋 心中就自我发现 若是约经在主 若是约章要障碍他的休闲 你就找到我身上 我是他的师父 你让他明天平平安安的去朝圣他 他这个心念一晚 他就躺下去休息了 后一天早上起来 他的身体好了 就跟师父讲 师父 我不用远去了 我明天可以再继续朝圣了 结果我看师父跟哥哥 他师父上吐下去 受不了 可是师父很坚持 毅力不强 毅力很坚定 他就乖炸 跟他拼了 他脚痛 撞起来 拼 哇 反而这个精神 让所有的 哈 师妹 我一直感到 可是他到现在 都还没有跟他 这位师父说出当时 他的心 大概我知道 那个师父目前还不知道 可是老师父亲口跟我讲 他说他不小心看到弟子 来到这样的一个环境 能够朝圣的因缘 都半途 有法 才可惜 有法养 所以他到现在 脚痛都没有 病了 没有 就从那天晚上开始病 我会发作 看了好多医生 没恨得起 没恨 因为他跟他发生 我愿代为他受罢 就这样 所以你真的这种 福星 他是不舍 然后我无事他师父为了 也在操我 好 这事和上他 别多疼 有点 有点险 但是确实 他隔天早上 土地好了 他脚痛不能走路 所以从发心 福星 那福星完了 我们的烦恼心 降服了多少 我们看出呢 明星 明星就是什么 出烦态 够圣者未 出三界 所以从明星 福星 菩提 是从凡夫 转到圣者 那从 出三界之后 他又是有 心的开神 有那一个心的开神 是菩萨发心的开神 所以我们所谓的明星见星 是到这里而有 口诞说空 终日不见心 是到这里而有 所以我们要出凡态入圣位 出凡态入圣位 出三界 然后进入了 然后才出到谷底 出到谷底就行菩萨道 就出完 像观世音菩萨这样 因离合身得度即限合身而为说法 出到谷底 无所求的 完全付出的 刚刚提到的和尚的这种 修行作风 像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 这个普及法师的 为报父母恩 写了这么一封信 他希望父母不再受苦 出到谷底 然后才能够到人 究竟圆满了 究竟谷底 无上正等证据 所以我们要出凡态 我们就有凡心 凡夫心转成圣子物 所以前面要具足的就是我们发心的开始 从发心复心这一段过程 你一定要亲近善之士 你没有善之士的引导 众人有发心 你不知道怎么降服我们的烦恼 又好比我们生病 我们不是医生 你不找医生 谁来帮我们医治 所以从发心复心 到明星这个阶段 一定要亲近善之士 那从明星到出道到究竟这个 要不要亲近善之士 因为善之士随时都在 因为你记得怎么样 入圣之位 你怎么很清楚 你只是去补足你的血分 补足我们的血分 因此 对善之士的这种学习 一定要不断的去成长 不断不断去成长 所以你不要只是口善说口善 有些法师 有些俱师 谈经说道 讲到什么法 哇这个刀一天有几天 一天有多长的时间 在刀一天过一天 在我们这个人间 就过了几天几年 从来你研究得很清楚 你看过 你知道他在哪里了吗 你知道他日子怎么过的吗 还是你真的很清楚了 如果真的很清楚 根本就是最高见见 就像维谋结局是这样 最高见见是什么见见 莫兰 什么叫莫兰 卖功为修好 卖功为修好 这是真的 为什么叫卖功为修好 讲一个消耗 讲一个消耗故事 这是真的 一个消耗故事 有一位秀才 有一天他到寺庙里面去带我 那他一拜 他看到很多信徒来 就说 哇 教书就急佛祖了 哇佛祖啊 你就不逼我 哇 这个这个这个 烟花富贵啦 金废观导 求什么有什么 不知道他做在哪里 谁来这求 一求本来就有人会贡献 什么啊 金钱 那这个修长就 这回座话买了 我站在哪里 站在哪里 画重心看进人间的摆摊 他那很清楚 他就跟这个佛头讲 佛头啊 你下来 让我当一天的佛头啊 不好 佛头就跟他讲 可以啊 你想当佛头可以啊 唯一一个条件 你要成佛 你想要学做佛 唯一的条件 不要开阔讲话 他说啊 这个简单啊 我来就好了 佛头就下来 他就坐在那里 坐着不能讲话 为什么 因为很多信徒 他去族的公围嘛 会讲话嘛 对不对 我有一次就碰到了一位 这个 有一位年轻人 那个大匹匠 里面赚了很多钱 就去求我 他说啊 你要让我怎么样 做生意赚大钱 我会呢 再给你修庙啊 给你赚金心啊 希望你呢 保佑我 做生意赚大财 然后 就这么离开了 这皮箱 忘了拿 里面装了很多钱 不记得去找 结果下一位进来 是一个什么 穷光荡 去吃肉汗 还没钱 他说啊 我没饭吃了 你就有料有事 我吃了 我吃了 就拍了起来看 哦 有狗的吗 怎么样 一家大财 太大财 我做你的狗 那狗是吧 就拿了就走了 这不是处无人吗 就拿了就走了 那就是我第三位进来 第三位进来 他就有求我做啊 求一些事情 保佑他怎么样 要去考试嘛 能够怎样 能够紧绑踢你 结果要离开的时候 这第一位 大财像不见的人 这个有钱人 就跑进来 跑进来 你刚刚会看到 这财要在这里啊 他两个就吵起来 我说没有啊 我去找就没有东西 我哪有看到 现在就只有你 这是你给我拿走的吧 这两个就在那边吵起来 就吵起来 坐在那儿看 我给你拿走 我给你拿走 天狗不如在那儿 给你拿走 你给你拿走 你给你拿走 你给他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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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起来 不说我拿走 你给你拿走 你给他拿走 不说我 recommendation 要你不讲 你偏偏讲 你悟大声 你不说我 我只是 我是说 那个东西 就不是他拿了 他偏偏要误在他拿 我做没找 他在我面前吵起来 我照他他讲真话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知道个中的因缘吗 不知道吧 我跟你讲 第一个拿大皮箱 他本来就很有钱 他要把皮箱是要去带小鱼的 你知道吗 你真的要保佑他吗 对不对 那第二个呢 这个穷光蛋他家母亲生懒重病 急需要一笔钱 所以这一笔钱他回去可以怎么样 救好他妈妈的病 第三位进来他要考试 他急急忙要出门 他可能会有意外发生 那就让他们两个吵起来 大陆的时间他一路就可以 平平安的到达目的地考试 你结果让他这么一走 他半路又要发生意外了 你知道这个姻缘吗 你不知道 说叫你不要讲话 最高境界 休息是这样真的 我真会成功就是人 不要说我不能卖过 真的 我们学活就是要有这样一个智慧 没有功能不能卖过 最高的时间 学活就是这样 我现在也要学习这一段 我现在是没办法要讲课了 不得不讲话不然我就 我现在是没办法要讲课了 没办法要讲课了 没办法要讲课了 真的是很高的智慧 你别以为政府做好做 看众生在去屏上 不能讲话 是不是最高境界 不过政府做 政府做的功课 政府做的功课就不得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虽然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个笑话 但是他已经成为了智慧 他不是只有口说而已 真的做不到 所以有智慧者是了解各种因缘 不仿佛不荒唐 不荒唐 所以要成佛做什么 要展现出我们的胸怀道子 所以这个默然就是最大的不攀缘 不攀缘 好 等等这样 好 再来我们看下一段经理 我们看这段经理 140就这样 说上智识 摩托伦波罗蜜是泛语 印度化 此原来就是我们中国化 他们原来 叫做大智慧道彼岸 我们要翻译为大智慧道彼岸 此需心情不在口 所以摩托伦波罗蜜 他不是什么 用口说的 他不是用讲的 用讲的比较快 要用做的 是身体力行而来的 所以他口念心不行 就如幻如幻 如路如电 不真实 会说不会做什么 会说不会做什么 所以他口念心行 择心口相应 所以我们要实践 要去舍践 所以我们这个 会法 他懂什么 信解行政 结 就好比我们这基本都很重重了解 你也很会讲 也了解了教理 但是没有去行使 你如果正的果物 所以要来信解行政 不能只口念心不行 心口相应 所以本性是佛 离性无别佛 佛在哪里 你就是佛 佛主心中做 可是往往我们都会很容忍 往外攀岩 往外攀岩 所以 本性是佛 能不能成佛 重点关键在哪里 我们的心命 所以离性无别佛 你离开了 你心外求法 你终于找不到 你往外求法 心外求佛 都是难以成就 不要舍弃的根本 那我们在切切善知识的时候 是什么 唤醒我们的决心 所以离性是离于佛性 你所做的事情 离性你求什么法 你心外求佛 你终于找不到佛 你终于找不到佛 所以为什么要 我们要这个 把心静下来 我们心静下很多事情 很清楚被了解 很清楚被了解 所以离性无别 和名波瑞 和名摩赫 摩赫 摩赫是大 心量较寡 犹如虚空 无有缘半 无有缘半 亦无方言大小 亦无清皇赤白 亦无上下常懂 亦无称无行 无是无非 无善无恩 无有投尾 诸佛踏土尽同虚空 世人妙性本空 无有一法可等 自信真空 亦无如是 我们就谈到这里 就可以了解到 在这一段开始在讲 他第一段 在了解 慧能大师的这个 神秤世纪 师父比较容易了解 师父比较容易了解 他在铺陈他的一个修行过程 他在这里 他深入要谈的是 啪的真水 不论是什么 佛心又是什么 离心无别佛 所以修行要靠谁 靠自己 你不能每天 人家煮好饭菜 你只在那边说 好吃好吃好吃 所以你从来不吃 佛陀没听过 佛陀告诉了我们 勤修戒定会 其灭贪生吃 这个法药都不符啊 你不好好地用心去把这个 师尊所给我们的这个法药 我们不吃 烦恼会不会断除 佛说要好好的老实念佛 常常打坐 这个什么 自心灵处无事不败 可是你从不做 你会背 可是不做 你如何自心灵处 无事不败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整佛做主 才有没有事情 肯用功 多勇气过 就怕不用功 所以和民蒙和 蒙和就是大 心量广大 广大如虚空 为什么如虚空 大而无碍 大而无碍 小而无碍 大而无碍 最大的局 所以心量如虚空一样 能够包含 包藏万物 所以无有别的万 也无方人大小 也无清皇时代 也无上相长短 也无称无形 无是无非 无三无二 无有头尾 所以他谈到这里 其实还有很多会谈 他举例的这个是 所谓的摩佛之大 是超越一切的对待因缘 只有一切有对待的 就是有相 有相就有为 有为就有生 不明为大 真正的大 摩佛的大 是超越一切相对待的因缘 就像六祖大师在回答他们的 忍者心动 他不对力风也不对力白 他是有进行的 所以在这里他提到的六祖 他并没有世间这一切的相壮相貌 对 佛长的什么样子 佛性长什么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什么样子 就这个样子 无清皇是白 无方圆 无是非善 无一切一切的对待 他就不断的超越 我常常在告诉学生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我们在学习成长的时候 就是要告诉自己 每天不断的超越自己 你为了不断的超越自己 你才能够享福你的烦恼 你超越自己 不是去给佛比较 你知道你的不足 你超越了 你知道我们哪里 不够完美的 你把它做好 你自然而然你就 实际因缘成爽 自然就成全 所以在这里也谈到 诸佛岔土 尽同虚空 所以佛国尽土在哪里 尽同虚空 虚空就如同 世人的妙性本空 无有一法可得 所以呢 世人的妙性本空 我们的佛性 本来就欺净的 只应妄想 所以 万法皆空 你要得哪一个法 有法可得吗 有法可求吗 无一法可得 既无一法可得 既无一法可得 无一法可求 就一切 不是我们的 所以自信中共 也是这样的 所以学佛最高境界 是无所求 无智亦无得 义无所得 故菩提撒脱 如果 无一法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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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件事情 我们的活性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智慧 的显发 显现 就是我们 于每天的 我们的智常生活当中 你去攀免 你自然就能够 懂得方向 懂得方向 你就看得清楚 你的自信 真的可以 包藏烂 包藏烂 多自信 有一些些 一失失对 世间的懒着计较 任徒修行 哪很苦 哪很苦 苦在哪里 无法超越 无法解脱 修行 苦不是我跟他们讲 苦不是天气热 无你去跟他们吹 修行能力 苦都不是在这里 苦就是无法超越 无法获得 真正内心的 激进的状态 那身心激进的状态 那是非常超懒的 非常好 所以在这里 六祖大师告诉我们 假如我们每天 只在诵经 念经 好像道理懂很多 可是从来不去做 每天就在计较 上咖多上咖谁 每天就计较 谁懂得道理多 谁学佛的酒 口令心不行 如幻如见 做完就懂得再多 哪一天你是什么 带不走啊 不因为你道理懂得多 就容易到饥饿世界吗 那我们历朝历大的 这个思想下 哲学下不是有很多 那为什么 有些还是有办法 获得真正的解脱 会让我们的心目口令 道理 每年我们的诵经 念过诵经 我们的死度 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那就是再平常都过了 我们主持大的 有一本交界律 交界律 交界律里面就谈了很多 相关的修行的法 里面都是日常生活的事情 他教我们很多 其中 如同在教我们 晚上你要养息的 大家在休息的 你要关灯 你要问人家 我要关灯 还有 在跟人家讨论事情的时候 语言当中不要去挑衅人家 这些很多 这些很多 都是日常生活里面 可是为什么在 在团体生活里面 大家要特别交易 比如说同样一句话 大家要休息 我要关灯 我要问 还有没有人 要用电灯 我要关灯 然后我们要用电灯 同样一句话 在表达的时候 内心里面 那个心境是可以很整 很 很拙实的 表现之后 有些人 要关灯 我要关灯 要睡了 他不问的家 有那一句就是 咔 翻掉 有些人说 阿嬷啦 睡啦 不要睡 同样关灯 可是表达的内容 全能不能 他就是休息 比如说关灯 还有很多很多 里面一些小续节 我们最近来 又拿来再重新再越多久 就觉得 还平常不过一件事情 可是当我们在问话 是我们心念 表现于我们的脑 语言当中 所以你心的柔软 你的言语自然就跟着柔软 我们说阿 师父 或者这个同学之间 也都会互相称为师父 或者同学 或者师兄师姐 哎 要关灯啊 那我们也还有 先等一下 我会有一件事情 等下来啦 这早就在关 多处的内容就没说 早就要关 这句就没说 等一下 我会有一件事情 女生人就会不高兴 比较大 比较大 那早就在关 我自己来就好了 说就没错了 可是他就是在表达说 稍微等一下再关灯 可是已经把整个气氛 弄僵了 可是你说这是不是修行 就是你有沒有把我放空的修行 你有沒有把自己放空的修行 都没有把自己放空的 他计较了 恐怕他不得这一些 所以你要学习到 能够口念心点 从日常之后开始出起 从最小的心点 从为人处置最小的心点 开始慢慢的 一点一滴的把它做好了 你到最后 你自然来就懂的放下 我再讲到最后一个 海盘比丘 在大中年论里面 在大中年论里面 在大藏经第15册里面 有这么一个故事 有两位比丘 出海 发生了海难 其中一个是老比丘 一个是年轻比丘 那这年轻比丘 他就在岸边 他刚才发生了海难的时候 他抓住一块木板 可是老比丘没有 老比丘就是跟他讲 年轻比丘 你要知道 要当自己是下座 当自己是下座 有利益的事情 要先给上座 他说你若不给我 你犯普及罗罪 木板给了他 老比丘会挖他 要不要给他 老比丘这么一说 这位年轻比丘 二万部说 赶快把木板给他 当他木板给他的时候 天皇八部海神 自然就把他借到岸上去 买好一戏 可是在那一刹那间 你能割舍得掉吗 不是在那个时候突然间会的 这真的是 这真的是口念心形的最佳表现 尊上座 尊重上座 尊重法师 比丘尊重上座所获得的 他抓到木板 他自己可以马上游上安 可是我们做什么 在生死罐头 就连生死都可以超越你 才是真正解脱的圣神 我们不认真这样 我如果给你我会死 你还挂念的一个生死 你不配为一个解脱圣神 所以他把比丘 为什么后来派神救助了他 他已超越你生死 生死本质对你 他早已超越 这就是我们来说 这样可以都懂不懂 懂就跟你下课了 不懂就继续在讲课 好 那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 我们时间点到了 好